今天是9月20日 来到纽约曼哈顿唐人街小意大利 一年一度备受喜爱的纽约市盛事 小意大利圣战纳罗盛典于周四在小意大利拉开帷幕 今年的盛典上有音乐、美食、饮品 以及其他现场活动等精彩内容 对于那些喜欢观看或参与吃比赛的人来说 还有意大利面卷饼、油炸糊球和肉丸子吃比赛等等 这些比赛将在圣典期间的各个时刻安排进行 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周六的下午二点 赛琳纳诺的雕像、游行花车和音乐节将在街头亮相 周二的下午六点 最受尊敬的赞助圣人的高弥萨将在113 Baxter Street的最珍贵的血圣殿教堂举行 并随后进行宗教游行 据圣典的网站介绍 圣瞻纳罗圣典自20世纪初 意大利移民在曼哈顿定居以来就一直是纽约市的传统盛世 1926年为了保持纳布勒斯传统的延续 这些意大利移民决定举办一天的妖果聚会来庆祝他们的赞助圣人圣瞻纳罗 这个传统一年接一年延续下去 逐渐变成了一个长达11天的活动 在曼哈顿小意大利区的11个街区举行 圣典在小意大利的穆尔伯利街上 从Canel街到Houston街 以及在Hester街的Baxter街到Santa Street之间 以及在Grand街的Baxter街到Santa Market Place之间举办 圣会持续到9月24日 点击这里获取更多信息 纽约市的小意大利圣瞻纳罗圣典 是一个庆祝意大利移民文化传统的传统盛会 让我们一起享受美食 音乐和传统游行的喜悦 小意大利英语 Little Italy是美国纽约市曼哈顿下城的一片街区 曾有大量的意大利裔美国人居住 今天仍有意大利商店和餐馆 早于19世纪末 大量欧洲移民移居美国 其中意大利移民在抵达纽约后 就选择了在今日的小意大利区居住 人数在20世纪初达到高峰 曾住有超过万名意大利人 历史上小意大利从茂比利街 Malbury Street向南一直延伸到坚尼街 Canal Street向北一直延伸到布里克街 向西一直延伸到拉菲尔街 Lafayette Street向东一直延伸到包里街 Barrie东部与华部毗邻 从20世纪初意大利黑手党成员就在小意大利进行有组织犯罪 1926年9月来自纳布勒斯的移民开始举行为期一天的街头宗教庆典 意大利移民聚集在茂比利街 庆祝纳布勒斯的主宝圣人圣雅纳略 目前圣雅纳略节持续11天 每个9月沿着休斯敦街和运河街之间的桑树街游行 是意大利文化和意大利裔美国人一年一度的庆祝活动 由于来自中国的移民迁居来此 小意大利的大部分已经被华部吸收和吞噬 曾经的小意大利已经收缩到只有一条街道 作为一个餐饮区意大利裔居民很少 小意大利的北部靠近休斯顿街 不再是公认的小意大利 今天被称为诺利塔 小意大利以北的缩写 今天茂比利街在布隆街和坚尼街之间的一段 是仅存的一部分 街道两旁有20多座意大利餐馆 受到游客和当地居民的欢迎 与向四面扩张 移民不断增加的唐人街不同 小意大利只保留了一小部分 受到游客和当地居民的欢迎 与向四面扩张 移民不断增加的唐人街不同 小意大利只保留了一小部分 意大利的文化和遗产网站 Italian Aware称意大利人 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相对短暂 许多意大利人迅速支付 使他们有机会离开这个局促的街区 前往布鲁克林和皇后区 该地区目前仍称作小意大利更多的是出于尊重和怀念 而不是反映真正的族裔人口构成 2010年 小意大利和华部被列为历史街区 小意大利居民自1900年早期就看到了有组织犯罪 有势利的意大利黑手党成员在小意大利已经从事活动 Ignatio的Wolf Lupo 米凯莱 米兰达 彼得 德菲 马修伊安 聂洛 约翰 高地 小意大利是在小说教父和改编他的三部电影中描绘的虚构 克里扬犯罪家族的地方 这里也是尤罗巴迪尼路和夏菲基图主演的1973年电影《穷街露相》 以及尤尚连奴和尼达利宝文主演的1994年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的故事背景 为期11天的第88届迎神节将于已经在小意大利区拉开帷幕 在这个传统节日里 你可以品尝正宗的意大利盒 最好吃的芝士蛋糕和冰淇淋 还有各式游戏 表演 和充满风情的意大利音乐 每年这个时候这里都非常热闹呢 小编觉得晚上去更有意思 今天晚上就约上好朋友一起来感受这个热闹的节日吧 活动时间 9月11日到9月21日早上11点30分至晚上11点30分 活动地点 常蔡四站 değiş做消息 小编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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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